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要如何在投资世上财富的时候 你要更注意到投资在天国 可是很多人他不想投资在天国 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 那我们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找一个朋友去教会 做礼拜 之后我就问他感觉如何 他就说以后再也不去了 一到教会牧师就跟他要钱 所以他就不想再去了 其实不但是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都会在这方面 不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在金钱上 要照顾到神的家 也就是投资在天国 在真言里面 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到 有失散的确更增添 有失散的确更增添 我们现在先来读一段经文 大家一起来读 对不起 这个是被掉下来是吧 对不起 好 那边有经文吗 请立在至上 对不起 我应该用这个 对不起 可能在后面 对不起 我先讲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钱到底是我们的钱 还是上帝的钱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神拥有万物 我们需要知道 神是拥有万物的 因为在历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节 讲到 是在各位的卓报上 已经有这段经文 他说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经文提到 万物都属于主的 包括我们的钱财 神有主权 这个主权叫拥有权 或者所有权 英文叫ownership 所以我们虽然在世上 我们的房子 这个房契的名义 是放在我们的名字上面 可是事实上 在属灵上 这些房子 所有财产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在美国有 有叫做 Living Trust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Extape Planning 就是遗产规划 遗产规划 中国人不大喜欢听 就叫财产规划 资产规划 在这边就说 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要怎么分配你的财产 这就是遗产规划 遗产规划 这个Living Trust 就是你把所有钱 都放在Trust里面 所以这些钱 已经不再是你的了 是Trust的钱 这就是这样的概念 许多基督徒 其实在教会里面 不大喜欢教会谈奉献 好像每次谈 都是牧师要跟你们要钱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 基督徒的奉献 远不及神所期望的 这当然是跟我们人 跟神的关系有关 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 的密切性 是跟我们的钱有关系的 我们看基督徒的奉献调查 所谓的十一奉献 在美国一些福音机构 在调查福音奉献 十一奉献的时候 没有讲什么总收入 或者净收入 只是说将家庭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教会或非盈利机构 就算是十一奉献了 在美国有个组织叫巴纳组织 巴纳group 它有调查 美国人历来实行十一奉献的 人口比例大概5%到7%之间 我看你们是不是在这里面 巴纳组织在2010年2月 发表了调查报告 美国十一奉献人口的比例 2009年7%的人口 至少有十一奉献 到了2012年就5% 这个数字是一直浮沉 就大概在5%到7%之间 福音派包括我们这个教会 比例最高24%的人 有十一奉献 然后在调查里面 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收入奉献 收入的水准 收入的水平跟十一奉献 没有显著的相关 高收入9% 低收入11% 在十一奉献里面 可是我们来看看 主的教训跟我们做法是怎么样呢 大家还记得 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都记载一件事情 就是法利善人要试探耶稣 就来问耶稣说 纳税给该撒 就是罗马皇帝 可不可以 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 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是在马太福音 22章21节 马可福音12章17节 路加福音20章25节 出讲的 可是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变怎么样呢 许多基督徒的实际做法是 该撒的物归给该撒 神的物也归给该撒 跑哪里去呢 神的物跑到Costco去了 我们附近还有个Costco 都跑到那边shopping去了 本来是神的钱 你把它挪为他用 这个在法律上叫做 盗用公款 盗用公款 其实美国很多的州的州税 都接近10% 像加州9% 有些是10% 联邦税更多 我们乖乖的缴世上的税 一点都不敢逃税 你逃税被抓到 你就不得了了 后患无穷 可是我们偏偏一直在 避免逃避天国的税 我们叫天国的税 在就业上 你们该纳的税 该纳的奉献 这就是天国税 或者说我们没有能力 来缴天国税 我们中国要特别喜欢钱 喜欢钱 左边这个 你们也知道怎么念吗 招财进宝 这个念是 不晓得是哪个 中国人发明的 读音叫炭 炭就是闽南话的炭极的炭 这个字 所以招财进宝 叫炭 什么意思呢 他赚钱的意思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 招财进宝 而且是右边讲 恭喜发财 财源广进 最好财源一直跑到家里面来 不要出去就最好了 中国很多贪官污吏 贪官房子里面 都是好几亿的美金 欧元日元都在里面 叫做财源广进 然后我们看 这底下有一个图片讲 你知道拜财神爷 要准备什么贡品吗 他还给你一些指示 如果你要发财的话 你可以提怎样的贡品 来贡给财神爷 他就让你发财了 我觉得这财神爷 也太便宜了吧 你随便给他个苹果 他就给你种个乐特奖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我们来跟基督徒 基督徒的理财是怎么样呢 我常常讲基督徒的灶门 跟中国人 或是其实所有人类的灶门 你知道什么灶门吗 灶门就是死穴 武功里面的死穴 就是钱 基督徒的灶门也是钱 所以我弄一个对点 叫做英雄难过美人观 选民难过金钱观 我们在讲钱的时候 很容易可以反映到中国跟西方一个成语 叫什么呢 叫血浓于水 大家听过吧 血浓于水 英文也有一样的成语 叫做blood is thicker than money 可是等到兄弟在争财产的时候 就变成钱浓于血 然后就开始对簿公堂 在打官司了 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父母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儿女对簿公堂 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在金钱上 经常会跌倒的 经常跌倒 圣经有两千三百五十节提到钱财 两千三百五十节 提到信心大概五百节 提到祷告大概五百节 圣经里提到越多的就表示越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这里面跌倒 我们在信心上跌倒 我们在祷告上跌倒 我们在金钱上也跌倒 所以我们在金钱上 因为是每天都要经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要了解圣经怎么来看钱的 这边有一幅漫画 他这边讲到一个牧师 跟一个人来施洗 在施洗的前 牧师就跟这位讲说Charles 当我在为你施洗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水底下 全部都要奉献给上帝 他说好好好 结果一施洗 怎么样 钱在上面 就是钱不可以放弃 其他都可以放弃 这是洋人的漫画 中西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开始来读经 请大家一起 如果你看不到投影片的话 那你就在首次里面 我们的周报上有 我们一起来读 因这些人诚心乐意 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 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耶和华尊大能力 荣耀强盛 威延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治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神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尽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我们先做低头做个祷告 天上地感谢你赐给我们 这个宝贵的经文 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万物都是属于你的 而且我们算什么 我们基督徒算什么 可以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上帝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 来献给你 这是理所当然的 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让我们在金钱上 我们可以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大卫的模范 历代上 历代是我们刚刚看的经文 以色列人除了十一奉献以外 还为了建造圣殿 慷慨奉献 我们建堂需要奉献 这不是十一奉献之内的 是十一奉献以外的 他们诚心乐意的将更多的钱财奉献给神 百姓跟大卫都很欢喜 你看奉献还非常的欢喜 大卫在慧众面前称颂神 除了承认神在钱财上的主权以外 他也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我们都不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呢 理由 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 从你而来 我们也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 对钱财的认识 基督徒将财务奉献给神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万物都从神而来 而且在生命纪八章十八节讲到 我们赚钱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 在生命纪八章里面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 他说你们住好房子 有牛羊很多 金钱很多 然后你就心高气傲了 忘记神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他说你要记住 得货财的力量是上帝给的 不是你所有的 所以我们的天赋 我们为什么可以赚钱 都是上帝的赐予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 所以基督徒当 把财务奉献给神的时候 把从神得来的一部分钱财 甘心乐意的奉献回去 慷慨大方的施舍 这是神的吩咐 神的吩咐 也是蒙福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投资天国 事上是鼓励我们基督徒 真的要遵照上帝的旨意 你会得到非常大的负气 我常常称为第一纽扣 在奉献财务之前 先求神的国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三节 路加福音也类似的经文 说耶稣说 所以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基督徒跟外邦人一样 在十一柱形需要上是一样的 可是你们需要这些东西 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然后这些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求的 上帝都会加给你们 这个称为六三三原则 也就是我们先求上帝的国 跟上帝的义 什么意思呢 先求上帝在我们身上掌权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权都让上帝去掌管 那么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这叫做第一个纽扣 什么叫第一纽扣呢 也就是我们男生穿衣服的时候 像我今天早上来这里要讲道 所以我就穿衬衫 然后我衬衫一穿的话 我第一个先把第一个纽扣先扣好 因为我这个第一个纽扣没有扣好 那么其他的纽扣一定不顺 我第一个纽扣扣好 底下的纽扣就比较可以顺 因为你第二第三有可能不顺 所以第一纽扣最重要 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把第一纽扣扣好 然后你穿好扣好 底下就很顺的扣好 再打领带再穿西装等等 所以我们来看看奉献的圣经原则在那里 很多人认为新约没有讲十一奉献 其实这是错误的概念 旧约跟新约都鼓励信徒奉献十分之一 当以色列全国人没有实行十一奉献的时候 就受到咒诅 所以在旧约里面 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就非常清楚讲 人其可以夺取神的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 主要贡物又像纳税一样的 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当纳的跟于纳税一样 我们纳给天国的税 还有当现的贡物上 因你们通国人都夺取我的贡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非常严重的指控 对以色列人 所以在旧约时代 十一奉献就算一个税一样 到现在回教的国家呢 他们把十一奉献是当作纳税的 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继续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这个家字怎么解释 每个人解释可能不一样 有人认为十一奉献应该先奉献给教会 然后我们的慈善机构是十一奉献以外 或有人说十一奉献可以包括福音机构等等 这些问题呢 我们都不需要去讨论它 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可以把这个十一奉献放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可以扩大解释教会跟福音机构 甚至可以放在慈善机构 这些因为在美国的福音机构在调查十一奉献 只问你有没有把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而已 他说以此事是我 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上帝的福气是蛮大蛮大的 神这个事事 test的proof 是意思没有 你先给我 我再请福给你的意思 就像你需要有五饼二鱼 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才可以来 来把这五饼二鱼 来提供给五千个男人来 以及加上妇女可能有一万人来吃 另外呢 以利沙就业的时候帮助寡妇 那寡妇只有一点点油 她却要寡妇收集 跟她儿子收集很多的油罐子 然后呢 这油一直充满到所有油罐子 让她充满为止 也就是说 神这个事事呢 在西伯来文是 一共提到二十九次 其中意义指人试探神呢 出现三次 三次里面呢 神只有这一次 三章十节 马拉基三章十节说 以此事事我是正面 我们不要随便试探上帝 可是在钱上面你可以试探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钱是我们的罩门 上帝就看着你 就是钱就不肯掏出来 好掏一块钱就好像把你一条 这个腿上拔一根毛一样 他就很痛 他就知道 来试试 你就从这边来试试看 所以今天要挑战各位 如果你没有奉献 或是到十一奉献的地步的时候 你还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走 好我们来看新约 耶稣斥责文士跟法利塞人 重视十一奉献 多过公义怜悯信实 然后他说两个都重要 注意啊 他骂法利塞人 怎么讲呢 文士他怎么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塞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回乡 秦菜献上十分之一 那利法上更重的是 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 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什么意思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意思就是说 法利塞人非常的严格遵守十一奉献 开个玩笑 他们种秦菜 种了十颗 他就奉献一颗 种了十一颗出来奉献一点一颗 他算得很清楚的 可是问题他只是光光奉献 他说这是上帝的吩咐 背后一点公义怜悯信实都没有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爱 他对上帝没有爱 当我们只是对上帝有一个责任感的时候 我们在没有感激上帝的心 我们在对上帝没有爱的时候 你的奉献上帝是看不上的 因为上帝不喜欢你们的奉献 他只喜欢有怜悯公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旧约跟新约都提到这个 很巧的就说保罗提到施舍的时候 要先有爱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讲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有无意 所以下次你要给乞丐钱的时候 你要给慈善机构钱的时候 你要有爱心 有怜悯的心 对待这个乞丐 对待有需要的人 对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而不是说我这样做的话 是要实行上帝的命令 可是这个上帝命令 如果没有爱的话 它是不是很讨上帝的喜悦的 在撒姆尔记十五章 撒姆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号节 撒姆尔他说 耶和华喜悦 凡记跟平安记 岂如喜悦人 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甚于献祭 顺从甚于公养的子游 然后在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讲到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月纳 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养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 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 耶和华已指示你如何为善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弥加书六章七到八节 综合来看 其实呢 爱最重要 奉献其次 这两个呢 都非常的重要 两个都非常重要 所以缺一也不可 还有一个就是 当我们基督徒在十一奉献的时候 其实你要照顾到 有需要的穷人 有需要的难民 有需要的穷困的人 还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因此慈善捐献对神呢 我称为高利贷 上帝不喜欢我们 借钱给弟兄姐妹 有利息 有高利贷 可是呢 你可以对神 借钱给神 然后神给你高利贷的利息 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讲到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又要必偿还 所以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 比如说有大地震 有很多的难民等等 你捐助给这些机构 上帝会报答你的 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七节也讲到 周济贫穷的不自缺乏 样为不见的必多受作主 也就是我们不容视而不见 奉献的心态 要甘心乐意 不要勉强 哥人多后书九章六到八节说 少中的少说 多中的多说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这一句主要 大家要注意 这是保罗要那个教会 每周抽取一部分钱 留着等到他的派来的人 到那个教会去跟他要 所以这一句事实上是宣道奉献 不是一般的十一奉献 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说 如果我们投资所有一切 跟神相交 身为神儿女的我们 会在各方面经历神的丰盛 你要去经历到神的丰盛 奉献的心态 还要依照神所良给个人的佛分 多给谁 就上谁多取 多托谁 就上谁多要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八节讲到 意思是说 你的年薪一百万 你就奉献十万 年薪一万 你奉献一千 所以叫做 多给谁 就上谁多要 也就是说 你年薪十万的人 你要把他当作实际年薪只有九万 因为我在各个地方 讲这奉献的道理 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 他家里有房贷 有几个小孩要付学贷 他的年薪实在是没有办法支援 有这么多的需要 那我就说 你年薪多少 他说比如十万 我说你就把它当作九万 那一万根本不是你的钱 你不要把它当作你的钱 来付你的房贷 根本不是你的钱 所以当你在求职的时候 有些人坐那边 老板就说 我给你年薪十万 有些年薪五万 有些年薪七万 拿到五万的就当作四万五 拿到十万当作九万 拿到七万就当作四万三 你要这样子想 六万三 你要这样想的话 你心里就平安了 因为那个十分之一不是你的钱 注意啊 不是你的钱 你不要盗用公款 还有呢 当我们把钱奉献给教会的时候 这个奉献出现钱也不是你的钱 所以你对教会的牧师 长老 执事 管钱的 你不要执着点点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 我在国内有个教会在讲这个奉献道理 有一个弟兄跑来说 我觉得我牧师处理钱财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有几个弟兄打算把我们的十一奉献放在银行 特别开个账户 等到教会的活动 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再从银行里面拿钱给的牧师 拿钱到教会来用 我说你这完全不合圣经的教训 因为这十一奉献 或者你任何给教会的奉献 全部是属于教会的 你可以关心说怎么用 你可以建议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可是你不能指挥教会来用这些钱 奉献呢 不只是奉献给神的事工 也可以将 还要把自己的金钱 时间 用感恩的心 分给别人 祝福别人 帮助别人 捐给慈善机构 帮助穷人或灾民或难民 注意下一句 但不要用服侍或帮助人的时间 代替金钱的奉献 有些人他说 我没有钱来奉献 我没有钱来奉献 所以我到教会做义工 那我现在 跟照最低工资 一个小时15块 我替教会做了10个小时义工 所以我等于奉献15 150块 No 这个多多不算 上帝说你要把真正的钞票拿出来才算奉献 这种时间根本不算奉献 时间是额外的 是没有错 上帝也喜欢你在教会做义工 喜欢你传福音 可是你不要把 替上帝做事前折算成为金钱来当做奉献 不可以的 上帝就看准你了 就是不肯奉献 金钱奉献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方式 我们用敬拜的方式来奉献 奉献的动机也非常的重要 英国的大部导家叫施不增 他曾经讲过一个预言 非常有意思 有个农夫 他在他的农地里面种胡萝卜 就种以后种出了一个很大的 organic的胡萝卜 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 结果他就很高兴 他讲哎哟 这胡萝卜这么大 种得那么好 一定非常好 他就想他的国王对他们非常好 他就赶快送到皇宫去给国王 国王一看到这个胡萝卜 哎好高兴啊 一条而已哦 很高兴 就像图片看到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胡萝卜 结果国王就马上赐给他一片农地 给了一片农地哦 让他去耕种 农夫当然没有想到 竟然奉献一个胡萝卜 还得到这个农地 旁边的大臣看到这个情况呢 他想哎 这个生意好像不错的样子 他知道国王很喜欢马 骏马 他就花很多的钱 去买一匹骏马 来送给国王 国王看到骏马 哎呀好好哦 又把他收下来了 可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连奖赏都没有 只说口头谢谢 结果隔了几个礼拜 这个大臣就忍不住了 就跑去问国王说 想请教陛下 为什么上次那个农夫呢 给你一个胡萝卜 其实很好 organic也不错啦 在whole food买的话 蛮贵的 那为什么你就给他一片农地 这么丰富的礼物给他 而我买那么多 花那么多钱 送你一匹骏马 你什么表现都没有 国王就笑笑说 很简单 因为农夫的胡萝卜是奉献给我 而你的骏马是奉献给你自己 听懂了没有 因为他就要想借这个骏马 比如说这骏马是一万块买的 他希望国王给他两万块的奖金 那他的骏马的费用不是cover了吗 他是想是投资 那国王是什么呢 国王是真正的感恩的心 来奉献给国王 农夫是感恩的心 奉献给农夫 奉献给国王 你看这里面的差别很大 现在所谓的成功神学 就是奉献给自己 就是跟这个大臣一样 成功神学什么呢 你如果查网络的话 就是说你尽量奉献 你奉献上帝一定赐福给你 你奉献十块钱上帝会给你 你二十块 或者是给你助你乐特 中奖等等 他是把奉献当作 投资标的物来做 这完全不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我们 凭着我们的 依靠上帝 然后感恩的心 用敬拜的方式来奉献 我们所谓的奉献给神 叫做管家神学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上帝的 所以我们要做上帝的好管家 里面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上帝赐给你的东西 你把一部分就跟大卫讲的 奉献回来给上帝 上帝就看你这个心意 所以动机很重要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恒量人心 现在中文译本说 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 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 所以神在恒量我们动机的时候 他只看一个东西 有没有爱 我们所作所为是为了爱神爱人 就蒙神的喜悦 打个比方 你去看父母亲 好久没看到他了 所以路上就买一袋苹果 就去看父亲 父母亲 当你买苹果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说我买这个苹果给父母亲的话 他就把房契交给你了 你会这样想 你这样想就是成功神学 因为你动机不存 你对父母亲好就想要父亲的遗产 如果父亲是很贫穷的 他没有什么钱 那你还会不会买水鬼给他 你可能连看都不去看他了 因为他太穷了 所以爱就是我们奉献的主要动力 我们再看看慷慨奉献 你到底会得到什么福气 这个钱出来会得到什么福气 在天路历程 在下半段里面 讲到一个女基督徒在天路行走的时候 那时候她碰到一个诚实老人 诚实老人她对天路课出了个谜语 她说有一个人 虽然有些人认为她很疯狂 她就到一面走路一面丢东西 可是她丢的越多 却得到更多 她要天路课跟她随行的人 来猜这个谜语表示什么意思 结果有一个旁边有一个 像先知一样的叫该游 她就解密了 她说有人将家财分给穷人 就得到报赏 甚至达到十倍之多 也就是说她越奉献越多 中国人讲什么呢 舍就得了 中国人很有智慧 对不对 你舍得吗 你舍得你的儿女奉献给当传道吗 我不知道坐涛传道的父母亲 月父母有没有说 坐涛你不要去干传道 你这么高 公司那么好的收入 坐传道又穷 会不会这样子 可是他们的父母亲 就说舍吧 舍就得了 你舍得吗 你舍了就得了 这是非常奇妙的 我的女儿是宣教师 我儿子是牧师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奉献 是对他人生里面 他得到最大的报赏 刚才真言讲到 有失散的缺根增添 有吝啬过度的反制穷乏 后失舍的必得风雨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这就是舍 就是得的意思 舍却反得 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们要把我们的负面思维 转向正面的思维 有人问一个早期的美国精神科医师 他叫卡曼尼格 他说对一个平临精神崩溃的人 你有什么建议呢 大家期望他会建议看一个精神科医生 但他的回答是 把家门锁上 穿越火车道 去寻找有需要的人 并且帮助他 也就是学习施舍 这样你的心情就好了 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 听说是Mother Teresa Teresa修女讲 她说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看到自己的责任 你看到他有需要吗 你的责任就在那边 其实很多基督徒 也应该像要效法的 Mother Teresa 这种服务的精神 美国企业家 LeTono 1888到1969 他是LeTono大学的创办人 也是一个企业的创办人 他有一个名言 他讲什么呢 他说我把钱扫出去 就是奉献给上帝 神又把钱扫回来 只不过神的扫把 比我的扫把还大 什么意思 他得到非常多的 从上帝来的赐福 I shuffle money out And God shuffers back But God has a bigger shuffle 上帝的扫把比较大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你真的不要怕奉献 吃贵就是占便宜 可能舍就是得的赢家 当我们慷慨奉献 金钱 时间或物品 给神的国度或社区 或仅仅帮助别人 帮助邻居 看来你的财产减少了 因为你要做饭 给身边的姐妹弟兄 然后你要到Costco买点东西 到supermarket买东西 你钱少了 你财产减少了 可是你的帮助 却使得你的心情得到快乐 然后你得到更多的福气跟喜乐 上帝会报答你这种奉献 施舍 所以我们做钱财好管家 首先应该学习的就是 将神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钱财 反正都是上帝给的 奉献一部分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 神分分是至少十分之一 当我们乐意奉献了之后 奇妙是发生了 就是神各样的赐福 本来奉献是简相 因为你逃出一千块两千块 好像交税给政府 算是个人跟企业的花费 但奉献的结果往往是加上 往往加上 在企业里面 我们有些费用 不管是哪一种费用都是减的 对企业利润是有减少的 可是在整个宏观的 就是国家的预算里面 国家的国民所得里面 政府的支出是加上的 政府每支出一百万 就是增加国民所得一百万 就有点像我们奉献一样 当我们奉献出去 对你整个的灵命 你整个的生命是加上的 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奉献是蒙福之道 我称为神的经济学 神的经济学 跟我们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 我们经济是精打细算 一分钱就一分钱 可是上帝说 你把钱奉献出来 我让你 第一个 你更亲近主 耶稣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 耶稣也说 当祭 斯比寿更为有福 这是记载在 史图秦传二十章 当祭念主耶稣的话 斯比寿更为有福 当我们有弟兄姐妹 生病的话 你就跑去探访他 你做菜给他吃 有些新来的移民 你帮他处理 帮他接机 接送等等 让他安顿 这些其实比你接受 人家的帮助更为有福 可这一点 我特别要声明一下 我们有很多的 特别是姐妹 她很喜欢施舍 她常常说 有朋友来 有需要帮助 她就做菜 做饭等等 可等到她生病 她就一句话都不吭 她也不愿意跟人家讲 她不愿意人家施舍她 这一点我觉得是属灵的骄傲 因为你只想要帮助别人 你不想让别人帮助你 所以你一生病 你也不要人家知道 就底下 也不让先生跟别人讲 就keep privacy 其实这个不是很好 其实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就尽量讲 我一失业 我就通告天下 我已经失业了 不必偷偷摸摸在家里 不讲话 因为当你失业的时候 或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跟你的细胞小组讲 你跟你牧师讲 他就为你祷告 这祷告的功效很大的 还有很多人会来关心你 帮你的忙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施舍 我们也需要去受人家的帮助 可是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整天要人家帮助 我知道有一个老姐妹 其实她很有钱的 她就常常打电话给姐妹说 今天有没有空啊 带我去买菜 明天又找别的姐妹 这个就是利用别人 这不是很好的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有些分寸 第三是财务的赐福 你要以财务跟一切出俗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久坐有心久淫义 真言三章九道十节 也就是当你尊荣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有很多寝福于你里面 包括财务的赐福 很多福气 它肯定让你更健康 更有家庭的欢乐 你人更好 可是其中一个福气 可能是给你更多的财务上的赐福 预备将来 提摩太太前书六章十八十九节 保罗他讲 我是用新一本来念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善事上富足 慷慨好施 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 积聚财富 做美好的根基 好叫他们能够得胜到真正的生命 这是基财在天 基财在天 不要为自己基赞钱保在地上 只要基赞钱保在天上 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 当我们肯奉献 你就基财在天了 耶稣对富有的少年人 有一个少年人问说 夫子怎么样得到永生 耶稣问他说 你有没有遵守实戒 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 耶稣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野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 跟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都是这样的描述 耶稣给他的回应 结果少年官 很有钱的少年官 怎么样呢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然后耶稣说 财主进天国 比骆驼进真眼而难 就从这里来的 我们看到这少年官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耶稣就看准 他的罩门 就是他的钱财 如果这个少年官 他肯舍弃他一切 跟其他的使徒一样 跟随耶稣 他可能就是现在 第十三个使徒 他是明扬天下 也就是说他是万古流芳 可是他现在呢 竟然他悠悠绰绰走了 那他在历史上 一点明也没有 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因为他损失了上好的福分 因为他太看重钱财 耶稣鼓励我们 西医财宝 唯一的方法是慷慨过活 你要慷慨过活 有人说我们不能带走什么 但我们能提前祭出 用什么方式呢 用Wireless的方式 当我们一奉献的时候 天上的你的账户 就已经又登记了一笔了 我们现在有微信 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交这个internet Wi-Fi的方式 现在读这段经文 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New Technology 以前我们完全没有 那种remote的观念 Wi-Fi的观念 现在有了 你做一件事情 马上人家就知道了 当我们肯奉献的时候 我们让自己跟神更加亲近 你有财务的平安 你有财务的平安 因为我觉得 我已经依靠神 然后我感恩的方式 我遵照上帝的吩咐 奉献了 其次你得到财务自由 你的债务会减少 财务情况会较好 底下我们看到这里 实证研究发现 很有意思 实证研究我提了两个 为什么今天这个讲座 我希望对大家有益 你可能没有听过 这种的实证的研究 关于奉献 首先 叫神经经济学 我刚刚讲神的经济学 是说我们奉献 会基材在天 预备将来 现在讲神经经济学 不是神经病经济学 神经经济学 什么意思呢 是neuro economics 当我在学校 拿成绩博士的时候 从来没有听过 有这些名堂的 后来我毕业以后 做事以后 慢慢的又有什么 模糊经济学 财务行为经济学 一大堆 现在又来个神经经学 我说你们搞神经病啊 我们搞到神经经济学去了 不是的 他是一个神经专家 他跟心理学家 加经理学家 他们做一个实验 他说怎么样呢 他专门做捐献行为 就giving 这个行为的实证研究 就实际的研究 看你的心理反应怎么样 他说 还包括脑波的研究 他说 与别人分享 所赚的钱 作为慈善事工 对身体跟心灵 都提供温暖的效应 所以当你 比如说你路上碰到乞丐 好可怜 你给他钱 你会不会觉得很高兴 虽然你可能给了一块钱 五毛钱 可是你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单单有失识的想法 就会产生正面的脑部活动 注意 当你一直吝啬的时候 你就心里很不高兴的 许多人从慈善失识 得到快乐 我最近在餐厅里面 吃饭的时候 就有一个fortune cookie 其中有一条 现在没有在荧幕上面 他说 If you continually give If you will continually have 这就是跟我们讲 有所就有得一样 如果你持续给的话 你会持续的有 这是蛮有意思的 连fortune cookie都跟你 都跟你看到 所以下次 你看到这fortune cookie 这一条就表示 圣灵跟你讲话了 可能是 神经经学 他认为怎么样呢 对捐献行为的研究 认为有正面循环 快乐或幸福的人 happy men happy people 倾向于更多的金钱施舍 然后施舍让他们快乐 然后快乐以后 他更要施舍 就变成有力的正面循环 中国的很多古典小说 有没有 讲到这个圆外 乐善好施 达这个逐路铺桥 就从这里来的 他为什么乐善好施 他一直施舍 人家就说 这是赵善人 王善人 一大堆善人 他觉得很快乐 至少不得好民生 所以施舍对健康有益 施舍减少压力 降低血压 相信吗 可是如果你有高血压病的话 千万不要停止吃药 这只不过说 你去施舍 你会当时会觉得 心里好舒适 你血压会降低一点点 可是你有高血压病 吃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然后你会 然后促进社会的连结 跟引来感恩 还有多说感恩的话 也促进身体健康 这一点我觉得 有非常深会的体会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 真是要更多学习感恩 因为我们的感恩真的不够 我每天说我感谢神 感谢神 可是事实上 耶稣治疗了十个大麻疯病人 有几个回来 就一个回来 所以我得到一个叫十一原则 一个叫十一奉献 一个十一感恩的原则 什么意思呢 当你帮助十个人的话 大概就一个人会跟你说谢谢的 你注意看好了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 这个作者 他也是很有名的牧师 他小时候有个朋友 从远方来住在Texas 他跑到Texas来 然后说要住在他家住一个礼拜 结果住一个礼拜以后 就变成三个礼拜 每天他们要开车 送着朋友到处去看 看玩 等于还招待他吃很多东西 三个礼拜以后 他走掉了 一句感谢话都没有 你看 一句话都没有 就让我回想到 以前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带他一个朋友 是美国人 来到台湾的花莲 我就安排他玩 玩了三天以后 朋友小孩对我非常好 意思是说谢谢温伯伯 可另外那美国小孩到现在 没有感谢过一个 连email都没有 让我终身难忘 所以你注意到 让你终身难忘 是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常常讲感恩的话 如果我们送给礼物 特别是传道人 做他传道在这里 因为传道人到圣诞 一大堆礼物 人家会给牧师表示 你一定要登记 谁送你那礼物 赶快给他email 说谢谢你 而且跟他讲说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虽然可能你把他 丢到垃圾箱里面去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 因为我到处去演讲的时候 有人会送我一些东西 我赶快要记下来 赶快跟他讲 不然的话他下次见面说 我上次送你的茶叶 你没有喝啊 我根本不忘记是谁送的 这只是附带一句 我们每个人 要特别注意到感恩 好 下一个 就是2012年美国的福音机构呢 做一个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奉献 十一奉献调查 一共有4413个人 有十一奉献的人 就是调查的时候 问他有没有十一奉献 被调查 然后有一千多人 是没有十一奉献的 当作对照主 我们来看他的结果怎么样呢 就在2013年发表了 你们可以上网去找 我觉得非常好 这给大家一个实证的结果 不然我觉得有时候想 我这样奉献真的有 真的对我有福气吗 真的上帝照顾我吗 其实你真的要平信心去做这件事情 大多数这4413位 十一奉献的人 至少奉献超过10% 有四分之一奉献10% 有四分之二奉献11%到15% 另外四分之一奉献16%到超过20%以上 我自从就像我个人的例子 我自从实行十一奉献以后 真的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 我在每个地方讲的时候 都听到很多的见证 他就说 温教授可不可以让我来做一个见证 他就自动做见证 他也是十一奉献 而且不见得他是有钱人 收入高的 收入低他也照样奉献 我们下一个看 给10%开始 很少人后悔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他一十一奉献以后 上帝给了那么多的赐福 然后他就继续奉献 他继续领受上帝的赐福 所以奉献十一是有益的 而不是意外 这样做也奇妙带来神所赐各种恩典和福分 而且这不是十一 这不是成功神学 注意 不是说我奉献以后 上帝我今天奉献一百块 上帝明天给我两百个 不是 他是动机就是感恩的心 遵照上帝的吩咐 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当作对上帝的敬拜 而且大多数十一奉献之后 年轻时候开始了 百分之二十八 孩童跟少年时期 百分之三十五 二十到二十九岁之间 百分之十九 是三十到三十九岁之间 只有百分之十八 是四十岁以后 这可能跟他信主 什么时候开始信主有关系 石油大王 原来Rockfeller 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 他从小在主日学的时候 他是进信会的信徒 他的妈妈就给一些 他零用钱 有些penny 那就只有penny 分了 放在口袋里 他每次主日学 妈妈就说你要奉献 那时候主日学都有儿童的奉献 其实我鼓励教会在儿童 他们在儿童时候 其实也鼓励他们开始奉献 因为他从小开始奉献 到他大 他就不会忘记 或是放弃这个习惯 结果他到第一份工作 第一个薪水 他就十一奉献 一直等到他变成石油大王 你知道 John Rockefeller 后来有Rockfeller Foundation 这些 他的后代 现在后代有几百个人 好多都是很有名的州长 还有银行的CEO等等 你去查网络 他的后代是非常蒙福的 因为他从小一直到老 他都是把他的钱至少十一奉献 甚至建立慈善基金 还有很重要的 大家可能有兴趣说他们财务情况怎么样 在四千四百三位十一奉献的财务情况 跟有调查就是对照组的一千零三十一位对照来看的时候 很有趣的 就是说十一奉献的基督徒他们的财务情况平均来说都比没有十一奉献的来得好 比方说没有负债有十一奉献的百分之二十八 没有十一奉献只有百分之十三 拥有房屋贷款的有十一奉献的百分之五十二 可是没有十一奉献百分之六十六 还在支付汽车贷款的十一奉献百分之六 没有十一奉献百分之三十八 信用卡在超过三十天的十一奉献百分之二十 非十一奉献百分之四十 债务超过五万块的十一奉献百分之十五 非十一奉献百分之二十五 还有房地产资产超过二十五万美元的十一奉献百分之五十八 非十一奉献百分之四十八 有遗产规划的十一奉献百分之七十一 没有十一奉献百分之五十七 这是平均值 可是我们看看 很多人认为十一奉献是因为财务情况好才要奉献 其实因为多奉献财务情况才会好起来 底下我解释一下 也就是他舍越多的话他得了越多 你看Bill Gates 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天主教徒 他整个财产大部分都奉献到慈善机构里面去 美国很多很多的赚钱的人 大企业家像巴菲特 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可是他却秉承了基督教的信用传统 建立了很大很大的慈善基金 一般教会80%到95%的会友 没有十一奉献主要认为不能 其实十一奉献将增进他们的财务健全 有很多见证 大多数奉献根据总收入 而不是净收入 这是常见的问题 牧师我奉献是要根据我的总收入 growth in salary 还是net salary net salary就是你付掉联邦税 付掉周税 付掉房贷 付掉交易贷款 剩下钱叫net income 你再奉献十分之一 那大概只有百分之 大概只是能奉献十块钱美金 因为你所有的都先扣掉了 其实根据圣经原则 你将出俗的土产 事实上要总收入 不过这里的十一奉献 它是大概是84%是根据总收入 根据总收入 只有16%是根据净收入 是这四千多人的情况 还有十一奉献 大部分的中心先奉献到自己的教会 因为自己教会有这个需要 而不是把所有钱 就先奉献到别的地方 因为教会有更多的需要 97%奉献到自己教会一般基金 95%奉献到教会的宣道基金 87%奉献到教会或社区的慈善基金 还有60%奉献给建堂计划 另外58%特别奉献 给牧师或同工 所以我们奉献应该先考虑教会的需要 然后有余力再考虑别的需要 还有很有意思就是说 大多数十一奉献者 他对教会的事工非常热心参与 96%每周参与敬拜 54%在教会委员会任职或当执事当长老 53%参加主日学小组 还有其他事工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 你的心在哪里 我既然把钱奉献给教会 我就要来监视一下 看这个教会的牧师长老 有没有好好用我的钱 其实呢 讲监视是开玩笑 也就是说当我钱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对这个地方就有感情 我愿意在这个教会来侍奉 所以大部分的十一奉献都在自己的教会 还有呢 大部分的十一奉献是经常读经 43%每个礼拜四到六次 27%每周七次 如果把一周四到七次来说起来的话 那就有70% 18%经常一到三次 也就是说你一直在上帝的面前 一直读经 一直有参与 然后听神的话语 你就越可以奉献 越经常福经 越康慨奉献 就会较少负债 这跟大家来讲非常惊奇 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讲这个奉献 讲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有人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哇 没有想到 十一奉献 现在竟然可以减少债务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有十一奉献 你就会算你到底有多少钱 你就做好财务规划 不然你就糊里糊涂了 你连多少钱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的钱是十一奉献 大多是十一奉献 百分之八十没有信用卡 百分之八十没有信用卡未付账单 百分之七十四没有汽车贷款 百分之四十八没有房贷 百分之八完全没有负债 当我们做神的财产的财务管家的时候 我们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减少负债 因为你有负债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你的侍奉等等 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遵照圣经原则来奉献 可能对支出更加聪明谨慎 你会做预算做规划 以至于更能达到财务自由 什么叫财务自由呢 财务自由等你到退休的话 你不需要工作就有每个月都有钱进来 都有钱进来 你可以来使用 这在以后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跟大家有个一系列的讲座的时候 我再来解释这些 还有经常读金跟负债有清楚的关系 经常读金的负债较少 所以你要减少负债 你要多多读金 当然就表示你对财务规划要做好一点准备 许多人没有给十一奉献货更多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使钱更少 但研究发现 忠心的将十一奉献或更多奉献给教会的人 比没有十一奉献的人 教会他的债务更少 还有很多人认为 十一奉献是不是因为收入的关系 有钱你的收入高 你才会多奉献 收入低没有奉献 不是的 调查这4413位结果 27%四分之一 他的年收入是五万美元 美国每个国家现在都有 叫贫穷限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Poverty Line 意思是说 以各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地方 像美国的话 一家四口 如果你的年收入只有两万五千块以下的话 你就可以申请粮票 申请很多时候Medicaid 这些补助 可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27%少于五万美元 他也照样有十一奉献 所以我们不要说 五万块的人 他有房贷 他有小孩教育基金 他怎么办 所以他照样的奉献 然后四分之一是五到七点五万 四分之一是七点五到十万 四分之一是十万以上 所以分配的非常的平均 低于 这里是一个表格 低于一万块的1.7%有十一奉献 的确 因为一万块到差不多到三万块都是很贫穷的 即使很贫穷的 很困苦的家庭 有信心他照样十一奉献 注意 可能你会问说 那他为什么一直贫穷呢 不过他这个只是现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保证他以后 他会脱离这个贫穷 我相信他们会脱离这个贫穷 奉献而且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人认为可能我们在华府 特别这个Chantilly最有钱 可能奉献的比较多 不是分布在全美各地方都有十一奉献的人 这个图案就看到 每个地方来自各种不同的地区 十一奉献家庭收入来自不同的收入水平 而且来自年轻时开始 然后圣经跟财务慷慨原则 是所有的信徒都需要教的 不管高低的收入 当我们根据圣经原则 理财的时候 慷慨奉献可以帮助会有更大的财务自由 更稳定 而没有经常十一奉献 会有更多的债务跟财务捆绑 你们自己问问看 是不是如此 为什么没有给十一奉献呢 五大理由 第一个 百分之三十八 没有办法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百分之三三 他觉得负债太多 百分之十八 配偶不赞成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特别是信主跟不信主的人 这里面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 你的先生不信主的话 大部分是这样 千万不要把先生的钱 拿来当十一奉献 耶稣什么 耶稣出去的时候 旁边一些妇女 都用自己的财务 供给耶稣 供给耶稣 意思是说 你要用你自己 可以掌握的做奉献 不要把先生的钱拿来做奉献 第二个 这个奉献 夫妻的灵命程度不一样的话 可能对十一奉献 有很不同的意见 所以你们在家里要注意 不要一意的 觉得上帝一定要有十一奉献 美国我一个朋友 他们夫妻 妻子非常敬虔 没有经过先生的同意 就把一栋房子卖了捐给教会 结果怎么样 离婚了 因为他先生根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你就把先生益起东西 你就把它卖掉 这不可以的 所以要注意 这等到以后 我们讲到婚姻跟金钱的讲座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还有 还有14%的人 会计财务一团招 根本不知道要不要十一奉献 有没有 所以承认神在我们所持有的财务的主权 我们讲Possess 我翻成持有财务的主权 而不是承认神在我们所持有的财务 不是拥有的拥有权 这也叫做占有 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 对上帝忠心 好好管理神托付的财务 我们要先做预算 先预留奉献的数额 不要到时限测 要减少负债 做财务规划 除夕退休金 孩子教育基金 我们都要做一套的规划 如果你现在没有十一奉献的话 没有关系 你出门也不会跌倒 只不过说说 你损失到很多的福气 你要越来越多的福气 你可以开始增加奉献 看看上帝是不是 回应你的信心 然后你锻炼信心再逐步加码 然后夫妻奉献要看 彼此信仰跟各自的收入 我们结论上 我们看 十一奉献是神的吩咐跟期望 但跟信徒的信心 跟个人和神的关系有关 所以如果跟神关系密切 了解圣经原则 对奉献的教训的话 你可以大胆的 来平信心 来做奉献的举动 信徒慷慨奉献 舍就有德 上帝大大的赐福 舍与德是神对慷慨奉献者 赐福的秘密 所以我们讲 投资天国 就是从这里来的 你要好好的投资在天国 而不是投资在世上的财物 如果你还没有十一奉献 可以开始操练多奉献 这是非常蒙福的行动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后上帝感谢你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如何在投资在天国里面 而得到最多的报赏 我们的钱 我们的财物 我们都是上帝的 上帝有拥有权 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 求主让我们做一个 忠心良善 以及聪明有智慧的管家 来管理上帝的财物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求主让我们可以来操练 奉献 达到十一或更高的 更多的奉献 到神的国度 来尽快地完成 上帝 以及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 求主让我们 真的好好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 你来带领我们 祷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谢谢